哈啰 我又来啰 这次要跟大家介绍一场传难 造成一连串的晕船跟返船事故 主角是我们的晕船大使 谭夏辉 明明没有见过秦东梅 居然可以晕船晕到下 而秦东梅这个冰山美人 心也是一样的Ice Cold 但是呢 谭夏辉依旧不断派人来求爱 这次呢改派一位小正太 梅春梅 Oh my gosh 没想到晕东梅居然是正太空 当见到梅春梅的时候 万年冰山的晕东梅 瞬间变成铁达尼 咚咚咚咚叫 成串了 让人更想不到的是 梅春梅竟然是个大叔公 大从第一眼看到了谭夏辉 就爱上他了 当剧中的主角翻翻云船 配角也无一幸免哦 在海上浪迹天涯的海盗安通明 在传难当中 救起梅春梅的双胞胎哥哥 梅春梅 没想到安通明这艘战舰 竟也一夕之间翻转啦 每晚在秦宫馆开party的老秦小队 大声的高唱 这种禁鲁系的马万冲总管 十分的不爽 三天两透来找茶 于是老秦小队设下陷阱 让马万冲捡起一封 情东梅写给他的假情书 果然他一秒钟就沉沉了 直接变成建水艇 正当爱情的玄武将每艘船都集成的时候 事情居然出现一道翻转 想要知道这个翻转到底是什么吗 4月8号的9号台中国家歌剧院 4月15号台南文化中心 欢迎经常观赏 第十二页开箱们 购票请下OpenTix 两厅院售票网 3月30号台中心